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6.7 欢迎来到我们的电台 今天节目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5点到7点的世界忽然一天 我是DJ Semi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 税务充电法的单元啦 听众朋友们您听过这个 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吗 我们都知道纳税是我们人民应尽的权利 也是义务啊 但是呢不合理的课税 补税还有这些退税的争议 对于不懂税法的民众 我们该如何争取权益呢 今天呢我们就为各位来介绍 我们政府为了保护我们纳税人权益 设置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我们就简称纳保官 那到底纳保官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欢迎请到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新竹县政府税务局的纳保官 徐玉霞徐纳保官 要来跟我们听众聊聊 如何让纳保官来保障我们纳税人的权利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 纳保官这个职务的机制 我们大家都知道 消费者如果发生秋分的话 我们会去找那个肖保官嘛 对不对 对 纳保官就比较稍微少听说过 是不是请徐纳保官借这个机会 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是个什么样的机制呢 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顾名思义就是为了 保护纳税人的权益所设置的 他是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沟通桥梁 相较于一般税务争议 采取的行政救济手段 纳保官就是给予纳税人遇到税务问题 可以寻求协助的另一个方式 属于诉讼外分针解决的机制 除了可以输减送援外 也可以充分保障纳税人权益 这样听起来蛮吸引人的 是啊 哪些单位会有设置我们纳保官呢 财政部所属的各地区国税局 地方税务机关以及官务机关都有设置 换句话说就是有科税收税的单位 像负责征收国税的各地区的国税局的基增所 负责这个收地方税的各县市税务局 还有负责收关税的各个海关 那应该都有设置这个纳保官咯 是的 目前新竹县政府税务局 就有设有四位纳保官 那我们民众朋友们在哪些情况之下 他可以寻求纳保官的协助呢 纳保官服务的案件类型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协助纳税人进行税捐争议的沟通与协调 这里讲的税捐争议是指纳税人跟税务机关 对于税捐调查程序 或者行政救济阶段所发生的争议 经由纳保官的协助 能让纳税人充分了解税法相关的规定 或厘清真纳双方所增值的事项 重新检视科税事实及科税资料 而且可以适时请纳税人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 有助于和克税捐的正确性 我来分享一个案例 有位杨先生原本持有A房地 于去年他买了B房地 然后在今年把A房地出售 申起土地增值税 致用住宅用地重购退税 但经税务局查明 杨先生在去年买B房地的时候 A房地并无本人配偶 或直系亲属涉及 不符合自用住宅重购退税的规定 那杨先生对本局否准其 土地增值税重购退税有争议 原本是打算要提起书院 于是找上了纳保官协助 那他不符合这个土地增值税 自用住宅用地重购退税 那这样的状况 他还可以补救吗 法定要件不符合 他事后是不能补救的 但是经过纳保官了解案情死末 并耐心捉明后 杨先生已经知晓相关法令规定 并了解他跟基增机关认知上的差异 另外纳保官进一步查明 杨先生今年出售的A房地 原本申报案 一般用地税率科增土地增值税 那经过初步检视 是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税率的规定 所以我们辅导杨先生 申请改案一生一次 自用住宅优惠税率10% 科增土地增值税 那经过更正核准后 可以退还以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近一半的税额 哇 所以杨先生很高兴 就没有再提起书院 哇 这样一来 除了避免这个诉讼之外 也充分可以说保障了 我们纳税人的权利 一般民众真的对于这个 其实税务法有的时候 真的难以通盘了解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我们纳保官 可以来提供协助 真的会让我们比较安心 比较有保障 那徐纳保官 那我们纳保官服务的 第二类案件的类型是什么呢 第二类是 是受理纳税人的申诉或成情 那纳税人如果认为 税务机关有行政为师 违反正当调查程序 导致他的权利受到损害 或是其他涉及行政权益维护的情形 都可以向纳保官提出申诉或成情 那接下来介绍第三类 是提供行政救济咨询协助 例如提供行政救济的相关书状立稿 相关法令及案例资料 有关救济的方法期间 或其受理机关等程序事项 甚至还可以咨询行政救济所需 相关资料搜寻方法等等 哇 这个纳保官要协助我们纳税人 进行这个税捐争议的沟通跟协调 还要受理我们纳税人的申诉 成情 对 许纳保官那我很好奇 那我们纳保官究竟要怎么样来做选任 怎样才能坐你的位置呢 这是首先要依据那个106年12月28日 开始实行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规定 是 它由财政部订定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资格及选任要点 是 规定由基增机关首长指定 具有税务会计或法学专业素养 且从事税务官务工作10年以上 那资深优秀的现任 见任八支等及九支等以上的人员 就可以担任 哇我现在看这个 徐纳保官我要刮目相看 这不简单耶 纳保官请教你 那纳税人他遇到税务问题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来申请 我们纳保官的协助呢 纳税人可以用书面 延迟或网路啊 传真 电话方式都可以申请 那如果他们是用口头的方式申请的话 受理的税务机关会做成记录 请那个申请人确认他的内容没有错的话 就可以 请他们签名或盖章 徐纳保官我想说 有没有可能 会不会在一些情况之下 我们税务机关是 他是可以不受理纳税人 申请的这个权利跟保护事项 有没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哇主持人真的很厉害喔 通常一个好的机制建立 也会有被滥用的情形 所以也会规定一些不受理的事项 例如啊 申请书不合 法定的格式或不能补证 或经通知补证 与其不补证者 或是同意全力保护事项的申请事由 曾经办理 并以明确回复处理结果 仍重复申请者 还有就是申请的事项 非全力保护事项 最后是经行政法院实体 判决确定 或成立行政诉讼上的和解 那以上的四种情形 税务机关是可以不受理 纳税人申请全力保护事项的 哦 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 可能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是的 我们要如何知道说 纳保官的联络方式 还有我们一些纳税者的 这些权力保护的这些相关的规定 我们要从哪个管 到哪些方式可以来做了解呢 现在各税务机关的官网 均设有纳税者权力保护专区 那有关纳保官的姓名 及联络方式 还有那个纳保法的相关法规 以及办理纳保工作的成果 都会公告在专区 方便民众上网查询 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方便 好 今天呢 非常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新竹县税务局的 徐玉霞 徐纳保官 那我们今天的税务充电坊 这个单元呢 就进到这边咯 今天很谢谢我们的纳保官 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说明 谢谢徐纳保官 谢谢主持人 好 税务充电坊单元 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